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麼我們在 之前介紹了許多跟統計有關的東西 包括圖表、數據 然後這個 就是圖表跟數據 我們在這一集要來介紹一個特殊的 統計上面一個特殊的領域 這個抽樣 什麼叫做抽樣呢 我們來看這個例題 畢業季快要到了 然後那個 Study Heart 這個偶像團體的經濟公司 想要去統計說到底他們 在學生 這個圈子裡面受不受歡迎 有沒有可能讓他們去各校園辦 畢業典禮做演唱會 那 所以他們就在某中學的學生 發了150份問卷 那 如果這個中學有1200名學生 然後發出去的問卷有27份 表示欣賞 Study Heart 那請問這個中學大概有多少人 知道 而且是欣賞Study Heart 這樣子的團體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抽樣 那就是說為什麼要抽樣 如果我們可以 我們前面講到 那個統計有一手資料跟二手資料 如果你有辦法看懂一手資料 也就是說你有辦法 這個 我們學校成績多少 來請看幾千人的資料 數學成績看 哦 15的 15的 20的 25的 嗯 不錯 如果你有辦法這樣子閱讀一手資料 那當然你就自己閱讀一手資料 可是如果你沒有辦法閱讀一手資料 你就需要二手資料 我們學校的成績數學平均大概是75 那我們學校的這個 平均75 是很多人都75 還是有人很高有人很低呢 這個中位數是多少啊 然後什麼 全聚是多少 四分位聚是多少 你們在高中還會學一個叫做標準差 標準差是多少 這樣 那這是統計嘛 那所以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 如果你有辦法 拿到全校的成績 不管是 直接看也罷 做成二手資料也罷 那你就拿學校成績去算啊 可是全校三千多名學生 那如果今天是考試 反正大家就都考了 成績就都會出來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像這樣子 你了不了解這個 某團體 你不可能叫學校 就是利用早自習的時間 幫你發問卷啊 那你要怎麼辦 你只能在校門口發嘛 那你只能在校門口發問卷 你就不可能統計全校所有的人 對不對 這就變成有難度 假如今天我想要知道這個 比如說我要賣熊老師 賣五尾熊布偶 我想要知道全世界 對五尾熊布偶的支持度 啊我全世界 我怎麼知道全世界 知不支持 那怎麼辦 那我假如在台灣問 欸又好像不準嗎 我可能會怎麼樣呢 就是做問卷 然後翻譯成各國語言 在網路上 每個國家 投放個一百份之類的 一千份之類的 做為代表 就是我不可能訪問到整個國家所有的人 全世界有七十億人 那所以我只能夠怎麼樣 從中間抽幾個樣本 抽幾個樣本 來去觀察 所以這個行文就叫做抽樣 那我們在一千兩百名學生裡面呢 抽樣了一百五十人 問他們這個懂不懂study heart 那結果有二十七份表示欣賞 如果這個比例我可以直接照用 那這個就相當於說每一百五十人裡面有二十七人 是這個認識而且欣賞study heart 所以總共有一千兩百名學生 那這樣乘起來就會有多少 或者你也可以用比的 就是二十一百五十比二十七等於一千兩百比多少 算起來還是這樣算 就是我寫在旁邊 一百五十比二十七嗎 會等於一千兩百比多少 那這個問號就會等於二十七乘一千兩百除一百五 還是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一千兩百是一百五乘以八 八八對 所以八二十六八七五十六 所以是二一六 對剛好六的三次 這二的三次是三的三次 剛好六的三次 那個快要到會考的時候了 那老師們 就是如果你有什麼計算上的技巧 我們以前不整理數字表嗎 然後不是有用乘法公式算東西嗎 然後不是有說什麼乘以五的話 就是怎麼樣 乘以十再除以二 除以二再乘以十 也都一樣 那如果這個看到二想到五 看到四想到二十五 看到八想到一二五 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稍稍拿出來講一下 你也可以叫學生再抄一次數字表 也可以 那就是說 的確你對數字的敏銳度會影響你 拿到分數的容易程度 多多少少會有影響 在過去的學習裡面 我抱持的習慣就是說 老師用學生看 老師講過 然後學生你讓他抄一次也罷不抄也罷 然後老師一直用一直用學生看 那慢慢看耳濡目染就會用 但是因為 等於說過去就是訓練嘛 培養的時期嘛 那現在到了會考 就是見真章的時候了 所以稍微的確保一下 學生有掌握到 這些東西 那他到底最後用不用的出來 其次啦 但是就是幫他們複習一下 OK 那這樣就算 算出來 大約全校呢 可以猜測 就是有 一百 兩百一十六人 會是支持 那當然就會有學生 這個 想說 哪有一定 說不定 學校就是二十七個人支持而已啊 剛好被你問到啊 這麼說沒有錯啦 那 就是說 學生在學習 數學也罷 或其他知識也罷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想法是 是對的 可是他們這個想法是對的 他自己沒有辦法延伸 你如果只是說 這樣想完就說 那所以學這個也沒用 那不好意思 你就錯過了學習的機會 的確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兩百一十六人啊 的確有可能二十七人 二十七人支持而已 那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他的話 相信我 數學已經研究到更後面了 所以你將來學到高中 甚至可能要學到大學 你就會學到那個 抽樣調查的 性度和效度 那會學到這個信賴區間 高中可能就會接觸到 有的高職會接觸到 因為高職學完知識就要用 信賴區間是很重要的 這個基礎的知識 那如果你學到大學的統計 你還會學到那個分配的判定 就是說 我到底所有的學生 算不算是 對這件事情 算不算是常態分配 那就是要說 也許你心裡會有所疑惑 學生也許心裡有所疑惑 覺得不一定是這樣 那這個疑惑是對的 可是你光是有疑惑 是沒有用的 你要學下去 你學下去 你就會學到解決這個疑惑的方法 要不然的話 你只是拒絕學習而已 OK 那麼 很簡單的問題吧 所以下面 陳上 我中學在畢業舞會開放外校來參加 為了統計人數呢 他在入口處事先發放了100支螢光棒 並且假設人們會在會場中隨意走動 那麼活動到一半時 他們派人隨機觀察了150人 就是隨便挑周圍挑150個不同的人 看看他們手上有沒有螢光棒 發現這150個人裡面有12個人手上螢光棒 請問現場可能有多少人 那就是說在抽樣這個部分呢 其實國中沒有要教很難 他要教的問題大概就是這兩種 一種就是說我告訴你總共有多少 然後一份150個裡面有27 那1200個裡面有多少 像這樣子的 那所以你看這個 簡單來說這個是去估分子 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講 你如果寫成分數的話 就是說 150個27人 那這個比例相當於是1200的幾人 這個是估分子 那另外一種是用抽樣的技巧 去估分母 就是說 我發了100支螢光棒 我是對所有人都發的 就是所有進來的人 沒有啦 就是你可能 當然我是只對這100人發啦 但是就是說這100人 最後是混進這所有人裡面嘛 假設人們隨意走動嘛 所以這個100人混進了所有人 我不知道是多少 混進所有人裡面 而當我在所有人裡面 挑150人的時候 會看到12支螢光棒 那這樣子所有人有多少 所以上面這個是估分子的 下面這個是估分母的 這個問題在 以前機測的時候 好像還出過一兩次 兩三次 那你們會在那個講義上看到 就是說什麼野放鯉魚啊 想要統計魚的數量 那因為這個是真實在使用的方法 像那個什麼 比如說我想要統計台灣彌猴的數量 那我就抓 比如說抓個10隻彌猴 在他們身上綁那個 做記號 綁東西做記號之類的 或者是打晶片之類的 那我不用抓所有的米猴 我就抓這幾隻之後放出去 兩年之後我再回來 到同一個地方 或者是到 我認為他們會已經自由移動 散開來的時候 我就去某一個地方 就抓 那我一樣抓10隻 如果我抓這10隻裡面 有一隻有晶片 那我當初不是標了10隻 是有晶片的嗎 也就是說 這個 欸 我當初 我當初標的10隻 最後散落在所有的 米猴裡嗎 那我現在抓 假設我抓到10隻好了 結果裡面有一隻有晶片 那是不是就可以想像 其實我整個群體可能有200隻 對不對 像類似這樣子的方法 可以去估這個野生動物的數量 那 或者是去估那個魚的數量 這個是真的有在用的方式 這是真的有在用的方式 那我們還有一種 就是有點類似 抽樣的方式 我們會在新聞上面看到 就是那個 那個集會遊行 我們現在好像蠻常在電視上看到 遊行抗議嘛 或者是 嘉年華活動 不管 抗議也罷 支持也罷 那就是有很多人上街頭 然後就會有人說 我們這次號召了10萬人上街頭 那那個反對他的人 就會說 屁啦那有10萬人 明明就才 你知道五六千人而已啊 你看啊 人很少啊 然後就會有人說 哪有人很少啊 什麼的 那我們是怎麼去統計他的 那 常見的方式有兩種 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 一種是呢 他就空拍拍攝影機 在空中 比如說做直升機 或者用空拍機 從上面拍下去 比如說你這個街道是這麼大 那假設這裡都塞滿人 然後我 推估喔 這個 塞滿人的地方都 密度都差不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拍這一塊 然後 就是zoom in zoom in 一直 特寫這一塊 然後再把它放大 很多倍 之後開始數 數這上面的人 到底有幾個 比如說兩百三十個 然後去 我為什麼要自討口吃 兩百個 兩百個 然後我去看嘛 這樣差不多這一塊的話 在這上面有幾塊 對不對 總共有幾塊 那這個 估一下的話 比如說這邊 可能有個 六塊啊 然後二十四塊 連中間一起算進去 比如說三十塊好了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估完 那現場有六千人 這樣子 就等於說 每一塊有兩百人 所以總共六千人 那這也是一種方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 是這個 派警察在入口 這個 在入口數人數 就是你要遊行 你不是走經過入口嗎 所以我每個 他在這個地方不好數 但是你 這個 能夠走到這個地方 你一定有別的來源 所以你可能會經過前面的 其他的入口 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派警察在前面 你們還沒有聚集起來的時候 的入口就先派人 比如說像那個 那個 那個 捷運站出口 各個捷運站出口 都派一個 有沒有辦法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大致上就是說 他派警察在入口數人數 看有多少人往這邊走過來 然後再去加總 類似這樣子 也是一個方法 那就是說 也是跟這個 我們會看到 跟抽樣有關的 現實上的應用 那如果你真的就業的話 你就會很常接觸到抽樣 因為很多東西都很難 全部去檢查 比如說生產出 一箱的 裂可帶 生產出一箱的裂可帶 你不可能每個打開看有沒有壞 那 所以就只好拿幾個出來看看 看有沒有壞 這樣子 那我們到高中學了統計之後 也會學 抽樣檢查的一些這個機率的計算 然後 我們在之前 這個介紹過 統計的應用 應用在算這個 GDP 然後 算 所得 那在這裡呢 我們上次有提到 那個購買力評價 說他跟物價有關 其實關於物價也有很多不同的指標 那當然我們有的時候會看到就是 所謂的那個 物價指數 不同的指標有不同的意義 那要這些指標做什麼 通常都是有他的用途 那比如說我們會看到物價指數 他是 那個 內政部會去設計 一個 一系列的這個名單 就是說 比如說米 佔我們的物價的幾% 然後 這個電腦佔物價的幾%什麼的 去設計出來 然後去換算成一個指數 所以他不完全是物價的加總 他因為 米你每天都在吃啊 可是 立可帶你不是每天都要買啊 所以他會有這個比例上的不同 那這個是物價指數 那就有點像那個台北 台北那個證交所 有那個台北股市加權指數 我們之前在介紹到那個加權平均的時候 有提到嗎 像台積電很大一家公司 他的市值兩三兆 那 那如果今天我是這個 比如說 做鞋子的 或者是賣手機機 做手機機殼的公司 我的公司就小很多啊 那我們一樣都在股市裡面 那台台積電的股票120 我的股票也120 但是人家的有幾十億張 所以就是說 因為規模不一樣嘛 所以要進行加權 那我們的物價指數也一樣 他其實背後有一個加權的機制啦 所以他叫做物價指數 不叫做平均 他不是單純的平均 還用複雜的方式去算 那除了這樣子的物價指數之外 就是後來有人檢討說 因為有一些物價他不重要 可是很波動很大 那所以就有所謂的核心物價指數 這個核心物價指數就有一點點接近 我們上次在提那個 可支配所得裡面 就是說 一些你幾乎一定會要用 而且 你會一直在買的 他跟可支配所得有點差別 就是說房價 房價波動對民眾的影響大不大 可是你不會一天到我買房子 你可能買了就住了這樣子 那 所以核心物價指數是特別瞄準一些 你又很常用又很常在交易的 那比如說像 這個稻米就很常用 那五指葡萄應該就不在核心物價裡面 對這個 自從我們家買了五指葡萄之後 這個 我的家人就懶得吃有此的葡萄了 但是當五指葡萄很貴的時候呢 嗯 你也是就算了 你就不買了 那他就不夠核心了對不對 所以就有核心物價指數 那有時候你們會聽到一個詞叫CPI 那個消費者信心指數 他其實是一種 也是另一種統計的方式 但是他不 不是直接瞄準物價 他是 這種叫做信心指數的東西 通常是前期指標 就是說你對未來有沒有信心嗎 我們講前期指標就是說 他在你關心的那件事情之前 或者有人講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不是說他 好厲害喔 第一名喔 而是說他在你關心那個東西之前 那比如說我要買股票 我要知道明天股票會不會漲 假如說 很意外的 我就發現 只要我家的狗 今天晚上 九點到十點之間 叫激素 他的叫聲叫激素聲 叫一聲叫三聲叫五聲 明天股票就會漲 如果他叫兩聲四聲六聲 明天股票就會漲 那你不要管為什麼 也許這個世間 你知道很難說的嗎 說不定我家的狗 剛好就是 跟宇宙的某個力量連結 Anyway 那我家的狗的叫聲 就是所謂的領先指標 或是前期指標 或是講領先指標 就是說領先於我 我在乎的 我在乎的是股價 那所以我今天晚上 聽完我家的狗叫 馬上就下單 就決定買還是要賣這樣子 那 好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那這個消費者信心指數 就是說 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有沒有 消費的信心 就是你願不願意買東西 明天 或者是下個月 你願不願意買東西 如果你願意 如果大家都願意 那也許 其實大家過得還不錯吧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 可支配所得 他是要等到整個 統計出來的結果 如果都算出來了 他才會告訴你 今年大家的可支配所得有多少 等你跟我講 今年都過了 他有他的用途 就是用來檢討 用來瞭解事實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今天我是投資者 你跟我說 今年大家都很願意消費 可以多生產一點 今年已經12月底了 現在才跟我講 會不會太晚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需要這種領先指標 提早告訴我們 可能是怎麼樣 所以就會有這個 消費者信心指數 或者是 採購經理人指數 Purature manager 這個 i就是index 就是指數 那這是消費者是consumant 信心是哪一個字 忘了 還是這消費者物價 消費者物價指數 對 我忘記他 我忘記這個英文字的中文對誰 這個 所以 好 就還有一種 這個前期指標的效果 可以讓我們去預估說 那也許明年就會怎麼樣 那有一些指數他很有趣 齁 比如說像你們會聽到那個 波羅的海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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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BTI 吧 他就是說透過對波羅的海那邊 出海的貨櫃的某一些東西去做 做計算齁 可以算出來 未來下半年的景氣好不好 那有一些 通常這種指數都有一些根據啦 就是說 因為波羅的海那邊會出口 比如說天然氣之類的 能源或者是 重金屬之類的 那所以說他那邊的出口量如果大 代表各個國家採購的量多 那也許今年就是景氣會很旺 所以這個都是一種觀察的指標 那關於物價你們還會 我們還會聽到一個叫大麥克指數 他的用途就不一樣了 他是 他是一種這個 生活水平的評估 那有點像是我們前面提到購買力的評估 但是他是比較民間的 就是 是基於這個 麥當勞在全世界有這麼多家 那他們在全世界的 如果他 我們 大致上可以相信 麥當勞希望賺的錢在全世界 賺錢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的大麥克的價格 會隨著你當地的物價 包括他 電租 水電費 然後公讀生的薪水 廣告的成本 他都會去做調整 所以你那個城市裡的大麥克的價格 就會是相當於你那個城市某一個階層的消費水平 那 比如說是商 商旅人士 住在這個地方 一個觀光客 住在這個地方 要花多少錢 你可以大概從大麥克的價格 評估出來 比如說台北大麥克 120塊 台幣 你去日本的話 日本的大麥克 換算成台幣 可能200塊的話 那就代表說 你在日本 花的錢 住在那裡花的錢 會跟 在台灣比起來 就是大概 120比200這樣 那這個就是 大麥克指數 他也很有名 那就是說 他不用到非常準 只要有點準就可以 因為他很容易取得 所以你會發現 這些指數有的是因為 他是官方統計的 他是官方統計的 所以很精準 但是 但是很精準 有的時候來得太晚 沒有用 所以有一些指數 是因為他 可以領先於觀察的東西 被我們發現 他可能不準 但是至少怎麼樣 料敵於先 他至少讓我們 事先就有所準備 這也是一種 會被流行的指數 另外還有一種 是像大麥克指數 他準不準 也不一定 那他是不是能夠 預料什麼 其實也沒有預料什麼 但是怎麼樣呢 他很好取得 你想要知道 大麥克的價格 走到你家附近的賣打擾 看就好了 所以 就是 會有這麼多種不同的指數 他的用途不一樣 那我們前面講到說 那個 平均所得GDP 會以購買力做平價 平價就是去調整他的價格 購買力平價之後叫做PPP PPP 三個P 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說 我把我們國人的所得呢 透過對物價的調整 還包括我們上面講 之前講到匯率 匯率也會影響物價 透過對物價的調整 去做整理 那就可以得到說 那我們這個國家的人 一年賺到的錢 相當於可以買得起 多少的什麼 比如說幾盒的五指葡萄之類的 對 或幾隻立可帶這樣子 那麼我們在之前的作業 有這麼一題 原本的題目是問說 你能不能夠接受你的偶像 為了藝術而有床戲 然後有四個人的統計資料 他說如果 刺骨的粉絲的平均接受度為3.5 然後合狀圖如下 畫出可能長條圖 那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可能的長條圖 所以 你可以想像的話 他都擠在中間 那好像很簡單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從1到7 你可以想像很平均的分布 但是在這一題呢 就是 他多給了一個訊息 平均是3.5 中位數字是7 中位數字是4 可是他的平均竟然是3.5 也就是怎麼樣 雖然說有一半的人 在4以上 結果平均還是3.5 也就是說 在4以上的那一半的人 並沒有 比4多 很多 反而是在4以下的那一半的人呢 比4少蠻多的 但是你看 他明明又剛好4分之1 大概這樣子的分布嘛 所以我們可以猜測 也許 他是這樣子的 如果這裡是1 這裡是7 那也許他是 但是 我把他分成12個 123 對差不多12個 我們假設他可以選到 這個1 1.5 2.5 對不對 好 那總共12格的話呢 比如說這個1 這個2 2.5 3 3.5 4 4.5 這樣子 比如說像這樣子 那 也就是說 他不是 平坦的 你要展現出 大家都 往低的那邊擠 可是又沒有突破 4分之1 4分之1的這個格局 所以整個走勢走起來 會有一點像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 就是有點像 這樣 類似像這樣子的走勢 就是 還是一樣 這塊有4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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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平均起來 卻又偏小 所以就是會畫成這樣子 這個才是對的 好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了 我們這堂課沒有住業